呵呵 所以就像你講的啊 這個我們的水是從山上下來的 所以它裡面有好多好多的營養分 對 所以我們高冷蔬菜啊 還有很多像新南地區的那些瓜果啊 就是都種在高灘地沙河床上的 對啊 所以那特別特別甜美 因為就像尼柔河一樣 它又經過患濫之後 早期沒有肥料嘛 它因為患濫之後 土地就肥沃了 所以種起來東西就特別的好 對 南洋溪也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有一些沉漆物當作肥料 它把大水沖過的時候 把一些菌類又帶走 那其實在河川 這是印譽言明文明的一個好當 是 所以剛剛課長提到說 這一整年下來 從1月到12月 有些時候不能種 有些時候可以種 這樣一個限制跟規定 究竟有什麼樣的一個依據嗎 或者是說它的 為什麼要訂這樣一個辦法呢 其實沒有依據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沉漆的時候是 到4月 4月開始 從4月開始 4月底之後 5月開始到11月都是沉漆 就是 沉漆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洪水大雨啊 或颱風 洪水大雨之後 就會把它那個農作物抽回 他們就不願意去種 風險比較高 對 其實幾乎很高啦 就像台風要來了 那你去種 就會被沖走 對 不划算 對 大概原則上是在 非沉漆他們會種很多植物這樣子 是 那目前我們宜蘭種植的 從上游到下游 可不可以請課長讓我們知道 宜蘭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所以我們從南洋溪的上游 跟到下游來 有哪一些區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的這種種植的作物存在呢 基本上 從我們知道有高冷蔬菜 我們管理界也是到激光橋 激光橋四季那邊種了很多那個高麗菜 高麗菜下來這一段到 葫蘆大橋種很多很多的西瓜 啊哈 在河床種很多西瓜 是 對 它山津這邊是很多蔥 河川地上也可以種蔥 那當然可以喔 它都是低筋的作物 是 還有一些蒜 是 就這比較豐富啦 是 在更下游段就更 只要低筋作物 他們都會種番茄啦 嗯哼 番茄 花生啦 一些玉米啦 是 哈密瓜 嗯 這個 主要這些作物啦 是 那有這些作物存在之後 欸 照科長這樣講 生態一定是非常非常豐富 喔 我跟你講很多蛇喔 很多蛇 哈哈哈哈 民主不喜歡 但是 這蛇也是生態的一部分啦 嗯哼 而且也是靠河為生嘛 欸 因為河有很多 更小的動物 蛇來有個食物鏈 是 牠會看到蛇 你有看到蛇 表示那邊有很多 乾淨 有一些 更小的動物在那邊棋棋 是 我們常說喔 一個地方喔 要看這裡乾不乾淨 這裡的環保好不好 然後這裡的水質好不好 從生態就可以來驗證 而我們不僅從生態驗證 你看我們的宜蘭河畔 有這麼多的這個土地可以運用 包括呢 剛剛課長提到 從這個高冷蔬菜 從三星蔥 連著名的三星蔥 都是靠著宜蘭的這個河川的河水來孕育的 一直到下游的這個 番茄啦 到了這個哈密瓜等等這些作物 而有好的這樣一個資源的這個灌溉 才能夠使得宜蘭的這個農民 靠著這個宜蘭河川的這個運用之後 得到一個很好的這個生活技能 跟這個 它爛以為生的這個工具存在 再來我們請教我們的課長 不可以隨便在我們的河川地運用的範圍 又是哪一些呢 我剛才有說 不可以種高精的作物 就香蕉 竹子 果樹 基本在河川區內是禁止的 就是我們一而再再三提的 第二不可以隨意改變河川的地形地貌 影響到水流 例如說呢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在 看到這個沙石好漂亮 所以呢在河道上 我就自己挖了一條路 讓那個水流可以從另外一個溝去走 這樣不行啊 這樣就是違規了 這樣違規我們先就是先告知啦 馬上罰 有住未警 再出去盜裁的就警察 我們都會抓 是 那個就花的就非常的重了 嗯哼 好那其他的呢 我們有哪一些事情 是不可以在河川地 沙灘地上動 比如說垃圾場 這個離我家很遠 我的河道旁 我的家河道旁就是在河道旁邊 那有一個碰翼 有一個碰層 常常就是看到這個河川地上 會有這樣的情景 再去那裡倒 可以這樣嗎 你想可以嗎 當然不行啦 這部分我們都有行床住行 是 環保級人員都會不定時在做一些起立高壓的動作 嗯哼 還有些如果說被丟了 我們有一些 呃我們也有 廢棄物處理的方式 就是運到那個處理場去 溫燒或掩埋 我們住行有效提報 我們都會去把它那個會汽油都清理掉 當然在這邊要特別先導民眾不要在河川區內 或甚至任何地方不要隨便清倒垃圾 影響到整個環境景觀 會跟影響到我們的水質 所以我們在河川地上 我們在宜蘭的這個河川的運用的過程當中 你當然會想說 我種一點這個比較高的樹 在河川上看起來這個很漂亮 而且有果實可以摘 不行 因為你重他也要重 到時候都一大片再看起來都可以 這樣就不用管理了 那在河川地造林就不行了 哈哈哈哈 是 那像玉如剛剛講 欸有些民眾啊 呃就是會到這個河川地上啊 去整理這一些石頭 然後呢把石頭開出一條水路 欸這也是不對的 因為會阻撓我們的水流 答對了 因為你沒有去告發起立 你可以他也可以 啊就沒有標準了 嗯 在河川地上只要自然的形狀的時候 都讓它自然 不要經過人為的去干擾 是 我們很想問這個 呃管理課這部分哦 提供我們宜蘭的河川 讓宜蘭的民眾來進行生存 來進行生活 討生活的這個運用 在您的這個經驗上哦 你期待能夠呃這些民眾呢 將來我們是不是也會做一些規劃 將來我們是不是也有一些呃 願景讓民眾了解 其實你在運用河川地的這個同時呢 其實管理課這邊 我們第一河川地這裡的 也同步的在進行整條河的這個 維護養護的工作了呢 其實種植也是他們在幫我們管理河川 讓河川環境更美 是 不要讓一些 雜草重生啊 雜草一部分是沒關係啊 但是你沒有去做維管做耕作的時候 它漲合會特別多 政府要花更多的錢 去做砍除的動作 花更多的錢 但是你做種植申請期可之後 你國家還有收入 收入 這樣子一舉兩則 一舉多的 我們又可以 所以我們去宣導他不要中一些 影響河道 核王安全的一些高清之後 我們大演者上都鼓勵農民去耕作 他們不僅可以生活 也可以提高我們的那個經濟效益 是 所以呢 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正確 而且呢 非常良性的一個循環 尤其是課長有提到 國家如果要來整理河道 要來整理河川地的話 它花費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一旦跟民眾來共享 甚至跟民眾來共管我們的河川 共同愛護我們的河川 不但我們可以讓農民有收入 不但我們可以讓沙石業者有收入 不但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地方 這個地景可以變得更好看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河的運 河的這個滋養河的這個運用 讓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更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第一河川局的這個管理科科長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非常謝謝科長 謝謝大家 真的很敬 seeking 我們是否bird在那一點 我們都不用問 我們都不用問